阿姨, 我今天有件很開心的事 相信他聽到也會替我開心 我今天下機之後就乘的士回家 當車子進村口 我就看到有張很大的Banner上面寫著 求你嫁給我爸爸 當時我還心想是誰這麼浪漫呢? 誰知道當我回到家 我就看到家門口聚集了一群人 原來是David, 把Banner是他的安排 他還叫整個機組的同事 見證他向我求婚, 我答應了他 Alfred, 我終於在三十歲之前 做得成新娘子 你到時一定要來喝喝這頓 以前你經常說覺得對我內疚 你以後不需要再這麼想 我現在終於找到我另外的一半 我真的覺得很開心, 很幸福 前兩天阿森打電話給我 但當時我還沒回到香港 可不可以我聽一個留言 他說下了很多話 他說他雖然跟你在一起 但其實心裡還有一條裂痕 但不要緊, 時間是可以彌補這個裂痕 我祝福你同事在心, 永遠幸福 阿森, 這封是我最後一封寫給你的電郵 我跟自己說過 我以後會全心全意地對David 你也要答應我, 全心全意對阿森 最後, 我希望你記得我們之間的承諾 我真的沒勇氣讓阿森知道我們之間的事 你一定要答應我 永遠都不要讓他知道這個秘密 我們就把這個秘密 永遠地埋在心裡 你不要弄傷了, 秘密好了嗎? 我想看一封電郵 成年秘密先看 我現在想看 待會看到一樣的 我說現在就現在 張教室, 別這樣 你以為我想的嗎? 你知不知道你剛才做了什麼? 剛才你一見到我, 馬上發了一封電郵 你令我又想起那晚, 我上來 打算開門聽到卡一聲 你反鎖了門 我當時覺得很心寒、很恐怖 誰知你現在又這樣做 你早九天回來了 上了心, 這次跟上次不同了 我知道我上次做錯了 錯都沒辦法彌補 但我這次真的沒做錯任何事 我自從跟你在一起之後 我沒拿過另一個女孩 一分鐘沒有, 一秒鐘都沒有 那為什麼你不肯讓我看這封電郵? 為什麼我三番四字 問你那個女人是誰, 你都不肯說? 你不要逼我 Alfred Alfred, 我跟你說了很多次 既然我肯原諒你 我不介意那個女人是誰 你說出來, 我不會生氣你的 那你何必要知道? 那她那個女人也想知道她男人的事 更何況你和… 我明明了就不可以說的 為什麼你要維護她? 這是承諾 什麼承諾? 你這麼維護她, 真是你心裡還有她? 不是的, 你聽我解釋吧 是嗎? 你真是你心裡有什麼事, 真是你心裡有什麼事 你真是你心裡有什麼事 想給我看, 這麼久都不讓我看 你失憶嗎?上次在餐廳門口沒見過 還用什麼看照片? 我忘了, 不過你和Cherry很搭配 你們兩個都很高 我和她是朋友而已 不然再過兩天, 去到加拿大 不要緊, 你們可以發電郵 或者用網絡網絡見面 上座心, 什麼事? Cherry怎麼這麼快回加拿大? Alfred呢?他不是送你回來的嗎? Cherry, 你們兩個又吵架了嗎? Cherry, 我很害怕 到底發生什麼事? 很害怕 我怕我根本不應該和阿芬在一起 我怕我們不可以再重新來過 我們不可以當什麼事都沒有發生過 她是和那個女人在一起嗎? 我不知道 阿芬, 她不肯告訴我那個女人是誰 她很會說沒有另一個女人 但是她又不是護她 我真的很害怕 阿芬, 你聽我解釋吧 阿芬, 阿芬 阿芬, 阿芬 你聽我說, 這個承諾我一定會守 我只喜歡你一個而已 我可以說一百個謊言騙你 我說Jenny也可以, 我說Annie也可以 但我不想再跟你說謊言 我已經跟你說了太多謊言 所以差點分手 我跟自己說過 我以後也不會再騙你 我寧願坦坦白說跟你說我一苦衷 Alfred, 愛島者這個地步快要分手了 分手就不能回答 為什麼你不跟我說她是誰? 我不說出來, 不想你受傷害 我不聽 總之你不再說她是誰 我一定不會跟你的阿芬在一起 我會不會跟你的阿芬在一起 要馬上看新聞女王 當然要去TVB Anywhere North America 免費下載啦